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今天的乐谈女生人 有Catrina梁诗欣 哈啰 昆顿 你好 哈啰 你好 其实见到你 有些观众会觉得你熟口熟练 对 因为之前在节目上也会见过你 是呀 有些模特势会见过你 但是这次要做歌手 是的 其实自己喜欢音乐这件事 是不是一直都想做的 是的 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音乐 其实我小时候是喜欢按键 那你应该按Panel 也可以学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按键 例如收音机那些 收音机那些 然后我按按按键 妈妈说 那你不如学琴吧 那一路就学琴 之后就 后来就 学琴的按键已 已经 满足不了我了 之后我就学 Saxphone 那一路 我自己都有很多 想法 很多感受 那我就有一本 小器宝 真的 又不是说 寫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但我会有很多感受 在里面就会寫很多 歌词 那我觉得 那既然我又喜欢音乐 那我又喜欢唱歌 那我又喜欢 就是 作词 寫东西 那我不如 就是 把这三个东西 混合在一起 就 做音乐 就直接 自己寫 但我刚才也说了 可能有些观众 都觉得你缩口缩面 是 之前拍过节目 是 这条演艺路 那一部分 其实为什么不一来做歌手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之前也拍过节目 都希望观众 可以有不同的渠道 先认识我 再给多些时间 自己去准备 因为做音乐也很糟糕 一路拍 一路再装备好自己 到现在 就真的 准备好了 那就出歌了 所以有你的出道作品 是的 这首叫做The Nice 是的 其实 现在终于装备好摄影 终于叫做 我已经准备了 我要出歌了 趁了很久 要走这一步 但是 用独立身份 就是要自己弄出来做音乐 这个也很大胆 其实 演艺圈这件事 你叉了一段日子 其实不是一个很稳定的行业 老老实实 是 有没有工作 都是靠运的 当然要靠实力 是 当你要去做音乐的时候 还会自己挨钱出来 是 什么事令你这么大决心呢 因为一直以来自己都喜欢 其实自己 这几年其实都对自己 可能不是太大的信心 但是因为参加完节目 就认识了一帮做音乐的朋友 他们陆陆陆陆陆陆都有出歌 我们久不久都会见 他们就说Catrina 我都出了 你等什么时候 TikTok 我说 其实你欠什么 你欠信心 可能是欠资金 都是 所以既然是这样 别人都替我紧张的时候 我觉得是时候都要做 今年所有东西就出来了 因为自己一直以来 其实都写了很多Demo 但是欠信心 自己写了很多Demo 但是要选择自己的出道作 是 为什么是这首呢 是 因为其实我作了很多首歌 为什么会选择The Lines 这首歌 是因为我希望这首出道作 就是容易让大家记得我是哪个 这首歌 首先是 反映到我的性格 首先是 在曲的 genre 音乐类型上 你会听到 比如有Hip Hop的元素 Jazz的元素 Cord Progress 也有Jazz 接着R&B 很贪心 是的 很贪心 但是也可以反映到不同方面 我也是很多变的 还有 其实我有不同的歌的类型 我也有作的 但是 也有不同的melody 但是 我一直作这首Demo的时候 作完之后 我再回听 你知道很多时候 当你很用心去制作这首歌的时候 你很 你会听艳的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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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首 但是 我一直做这首歌 去到 就算我现在跟你做访问 在车上一直听这首歌的时候 譬如今早我也有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都觉得 还没听艳的 嗯 那我就 对这首歌就更加有信心 就是连我自己 听了 我想几千次了 都还没艳的时候 我想 就是 应该都不会那么容易听艳的吧 嗯 所以就觉得 应该是 这首歌做出道歌 而且这首歌也很描写到我和乐迷的关系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是自己个人的经历 就是说 可能大家对我的印象都不太多 甚至乎是灵感 但是 或者是可能大家对我会有不同的猜想 可能根据之前的节目 觉得Catrina的人是怎样的呢 那我觉得不要紧 就开始一个谈论 所以其实这首歌 无论 这首歌的 寓意 那个意思 其实都很 适合去作为出道的歌 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其实我初头听的时候 我以为你 是不是被误解得很重要 哦 又不是 只不过是 这个是 除了是个人的经历之外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经历过 可能被人 又不是误解的 但可能 人与人之间 未真正相处的时候 大家都会 stereotype 人 或者猜度人 第一印象就是 看到你的外表 看到你的外表 是怎样的 就觉得你是怎样的 是的 其实 又不是经常被人误会 只不过是 会有这个情况 会发生 不单止我 或者是朋友 甚至乎是 恶迈自己 都会有这个情况 那我 因为这首歌 亦都可以 应用到一个 关系里面 你跟对方 未开始之前 你都会觉得 他这么英俊 是否一位玩家 不如不要猜 直接开始了解 反而还是一个更好的解释 去认识对方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想说 The Nice 就是在本书内 有些不同章节 可以慢慢读 不如揭开这本书 先了解一下 即是要认识一个人 不要只看外表 不只是靠第一印象 先去认识一下 先讨论一下 先讨论一下 就是Read Between The Lines 因为 英文有一句 成语叫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 了解真正的情况 是怎样 我将 Don't Judge The Book 和Read Between The Lines 和Read Between The Lines 这两句 关于书的成语 放在一起 成为这首歌的 寓意 重点 对 重点 我看到 在班底方面 除了你自己的曲词 词 也找到Oscar 跟着监制編曲 有JNY 是 但是 你自己 做歌的时候 找些班底 已经这么厉害了 呃 因为 呃 因为 我对自己的 呃 音乐制作 我觉得 还可以再好一点 嗯 也都 因为这首歌 也有beat 的元素 当然 JNY Beats 非常好 做beat 所以 我就觉得 不如 邀请他 会不会可以 可以做到 和我一起去 完成这一份作品 因为 其实我一开始 那个 demo 其实已经有 編曲 在那里 所以 他都和我一起去 完成 然后再将整件事 Elevate 再完美 那 至于 作词呢 因为 我在demo 其实也有一个 完整的英文歌词 只不过是 那个词 当转到中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尝试写过 但觉得好像 不太 漂亮 所以 我自己也认识Oscar 我就说 你会不会 可以帮到我手 这样说 我就给了很多 ideas 给他 他也很好 看了很多 但是 我也害怕 会不会 给他太多的资料 就会 困住了 他的creativity 他也说 不是啊 我要寫 你的故事 所以你准备吧 嗯嗯嗯嗯嗯 就找了这两个 那么 努力的人 去帮我完成这个作品 令到我对这个作品 真的 这个出道歌 也会有更大的信心 你刚才说自己写Demos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说这首歌 是有很多不同曲风的元素 在里面 是的 是贪心的 但是把它組成在一起 又好玩 又好像 是的 但是当你交给Gen Y 他听到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说 你 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还是有什么反应 他说是很新鲜 有新鲜 有新鲜 可以再做得好一点 亦都多谢他 愿意去 没有大改动 将我 就是有些ideas 他说good enough 我们可以keep 有些ideas是好的 但是就不good enough 他就会更加去 帮我再改善 所以 很开心他也没有将 这首歌大改曲风 不是改头换面 反而是觉得你做出来的东西 已经够吸引了 留下他 我有个idea 但是他就将我再打磨得最漂亮 完成了第一首歌 终于叫做自己梦想 走出第一步 勤了很多年要做歌手 接下来 其实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所以 这首歌是说 我和对方未认识的一个 故事 状态 所以可能下一首歌 不可能 只是正在做 下一首歌 距离就会近一点 对 下一首歌就会近一点 就是一个 有连续的 部曲 你当是 Season 1 Season 2 你接下来的歌曲 我们不应该当单曲听 是一个系列 对 一个系列 继续开头给大家 你先进来我的世界 你先开始了解一下 接下来有其他歌曲 看看你的发展会如何 就是有想法 正在开工 对 好 祝你信信你来 多谢 下次再有歌曲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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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